那我們做這一件動作 第一個本身要是 夏天到了 前往海邊跟溪流玩水 遇到溺水該如何自救或自行救援 體育署12號召開海域安全宣導記者會 提醒民眾下水前 要有警覺心跟防護措施 外來的遊客不太清楚 當地水域的狀況 傲然的下水或者是進水 那而發生這種水岸事件 旅遊觀光的海域區 應該有一些更好的防治措施 體育署提到 今年年初到現在 一共發生八起學生溺水事件 其中五件發生在海域 由於夏季來臨 有許多人會選擇玩水 因此體育署提醒 如果自己遇到溺水 要記住大聲呼救 打電話報警叫警察 利用竹竿木條等延伸物 送球繩等漂浮物 再利用大型浮具滑過去 除了救人也能自救 根據研究統計 漂浮在水面 等待救援時間較長 也較節省體力 不過還是要提醒家長 關心注意子女行踪 避免獨自或結伴 前往危險水域細水 才能降低溺水意外發生 記得西安娜島秀 台北市採訪報導